小男孩不小心被车撞死 可在下葬后的第四天竟诡异地出现在家中 警方认为是母亲接受不了孩子死去的事实 把他从坟墓里挖了出来 可看到地上黑色的脚印时 他们推断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随后法医拿起桌上的勺子 放到小男孩的鼻子处 确定男孩没有了呼吸 那男孩是怎么回到家里的呢 就在他们疑惑之际 桌上的牛奶突然被打翻 这可把警察吓坏了 警长认为小男孩刚才动了一下 于是法医小心翼翼地上前查看 他发现男孩的手指磨损严重 似乎是男孩自己爬出来的 法医感觉事情不太对劲 让警长通知孩子的父亲 尽快把孩子安葬好 与此同时 警方还在房子外面发现了很多诡异的手艺 这该不会是蜘蛛侠吧 就在这时 隔壁的小孩爬了进来 正好看到屋里的小男孩 于是便上前和他打招呼 诡异的是 小男孩竟把头缓缓转了过来 警方听到惨叫声 赶紧跑到房间里查看 却只发现地上留下的书包 警方知道不能再拖了 必须尽快处理男孩的尸体 于是他们把小男孩 暂时放进了冰箱里面 并在上面放了个花盆 防止男孩逃跑出去 可这时警长就听到冰箱传出了怪声 这实在太吓人了 警方从没接触过这种案件 可就在当晚 隔壁老王发生了更诡异的事情 老王在半夜时分 发现床底传出怪声 床还会自己莫名的移动 但当他往床下看去 却又什么也没有 他以为自己眼花了 可下一秒 牌灯突然熄灭 老王顿时慌了 赶紧把插头插上 就在这时 他身后竟然出现了一双赤裸的腿 等他转过头时 却又什么也没有发现 老王顿时害怕极了 赶紧用被子把自己忙住 就在这时 突然传来怪声 一只大手正缓缓向他伸来 等他醒过来时 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 为了搞清楚状况 他买了一个9块9的摄像机 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在作怪 半夜他被摄像机掉落的声音吵醒 刚抬头就看到墙上有个黑影 老王赶紧插上台灯 裴影又瞬间消失不见 吓得他急忙跑下床 查看监控 但这一看 把老王看得毛骨悚然 男人的床底半夜出现诡异的怪物 怪物看了他半天之后 最后躲进了衣柜里面 就在这时 他身后的衣柜缓缓打开 等他反应过来时 已经为时已晚 第二天 他的邻居在厨房里洗碗时 突然听到下水道里有声音 女人靠进去一听 竟听到里面说要杀了他 这把女人给吓坏了 赶紧将事情告诉了丈夫 大壮以为是妻子听错了 并没有当作一回事 结果当晚就发生了怪事 大壮被邻居的敲击声吵醒 这么吵根本无法入睡 于是他怒冲冲的跑到老王家 可无论怎样叫喊 老王都没有回应 然而他并不知道 此时的老王已经遇害 无奈的大壮只能返回到家中 可敲击声还在进行 但这次好像是卫生间传来的 他紧忙打开门查看 竟看到妻子悬浮在空中 以一种诡异的方式来回撞击 大壮上前想要阻止 可却无能为力 最终妻子惨死当场 第二天 警方接受了这个案件 由于案件非常诡异 他们还请来了领异专家 专家询问大壮 最近有没有发生过 什么不寻常的事 大壮说隔壁老王 经常在半夜装修 专家几人瞬间哑妈呆住了 原来老王曾经给他们打过电话 声称自己的床底有东西 但自那之后 就再也没有了消息 其实他们还不知道 在老王发生意外后 邻居家的小男孩 跑到老王院子捡篮球 临走前还喝了一口水龙头的水 但这时屋里传来老王的声音 让男孩千万不要喝那个水 谁知男孩被吓坏了 一步步的往后退 结果下一秒 就被一辆急驰而过的大巴撞到 当场领了盒饭 可男孩却在下葬后的第四天 又离奇的出现在自己家中 一连串诡异的事情 都发生在老王家附近 警方推测 老王家里有东西 于是决定进去一探究竟 但他们不知道 这个决定将会要了他们的性命 女人在墙上发现了一道裂缝 她好奇的朝里面看去 竟看到了一个诡异的怪物 下一秒 裂缝处伸出一只巨大的怪兽 直接扭断了专家的脖子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把警长吓出了心脏病 这时怪物钻出裂缝 慢慢地爬向警长 等警长反应过来时 怪物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 但奇怪的是 怪物并没有伤害他 这时法医打来电话 说他从窗户看到 警长那边有个人影 但诡异的是 他只能透过玻璃才能看到 否则人影就会消失 随着一声惨叫 法医那边再也没有了动静 警长连忙跑过去找法医 但法医已经失踪了 这时柜子里传来奇怪的声响 警长小心翼翼地打开查看 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柜子后面再次传出怪声 警长立即翻开柜子 从柜子后面掰开一看 他瞬间吓得养巴呆住了 只见法医脸色惨白 双眼插满了玻璃 看来是已经死去多时 警长再次被吓出了心脏病 他想要逃离这里 可刚想上车 却发现那个死去的小男孩在车里 原来他的母亲不想失去孩子 又把男孩从坟墓里挖了出来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警长的心脏病瞬间好多了 他急忙坐上车想要逃离这里 就在这时 专家拖着扭断的脖子扑了上来 吓得警长一脚油门下去 直接开到了800公里外 当他看到车窗的血印时 又意识到不对劲 连忙领起两桶汽油 再次回到男孩家里 他刚进屋 就看到男孩的母亲已经上吊自杀了 为了将一切终结 他把汽油全交到屋里 最后一把火 将所有东西燃烧殆尽 时间来到一年后 三位新的警探找到大壮 询问他是否见过照片上的几人 可大壮却一直在盯着对面看 突然他指着警探身后问道 可后面什么也没有 警探奇怪地问是谁 大壮指了只警长的照片 警探几人一脸蒙蔽 当他们再次回头看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看得很蒙 那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故事要从老王家开始说起 他在家里装修时 意外打开了一次元空间 里面的怪物能利用水源来控制人类 小男孩在喝了老王家的水后 意外被车子撞死了 接着怪物控制着男孩 从坟墓里爬了出来 而男孩出事的血迹 也被水冲进了下水道 这也导致大壮的妻子 在洗碗时听到 有人要杀他 最后警探等人介入调查 也因此激怒了怪物 最终他们也没能逃过意见 那么问题来了 你们觉得怪物 是真实存在的吗 MING PAOLE